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冰 小弟經常跟大家說這件不能吃, 那件不能吃 之前跟大家說過, 精製碳水化合物不能吃 小物製品就要頭也不回地丟進垃圾桶 所以, 其實我今集會跟大家說 那樣可以吃的東西是什麼 都非常明顯了 沒錯, 就是肉類 用肉類去取代人工糖和精製碳水化合物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純肉飲食又有什麼壞處? 這條片, 小弟會引用肉食物碼 這本書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 最後也會說 為什麼這本書的作者 最後會放棄了純肉飲食 首先, 先說說大眾對紅肉的誤解是怎樣 很多關於紅肉的誤解 其實都是來自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癌症研究處 IARC在2015年公佈的一份報告 聽起來是不是很權威、很可靠、很高信譽呢? 聽下去就知道了 IARC這個組織 裡面有來自10個國家的22名科學家 然後, 他們仔細審視過800篇研究之後 得出了這個結論 就是說, 每天每食用100克的紅肉 就會增加17%的大腸癌風險 然後他們還總結 每50克加工處理過的紅肉 就會增加18%的風險 接下來, 他們就在一篇毀滅性的報告裡面 將紅肉列為對人類可能致癌 看起來好像很嚴重 但是, 究竟他這些聲明是有什麼根據呢? 3年之後的2018年 關於這個研究 有一篇更加詳盡的報告揭露了 原來在這800篇的研究裡面 只有14篇在他們最終的結論裡面 有受到考量 還有, 當中的每一篇研究 都只是觀察性的流行病學研究 至於為什麼另外那7、8、86篇的研究都遭到排除呢? 就至今只有一個米 還有, 最後納入IARC報告的14則流行病學研究裡面 有8個都是未呈現食用肉類 以及大腸癌的發展是有著連結 沒錯, 你沒有眼花也沒有聽錯 不過, 在這份報告裡面 當中所考量的大部分研究 都沒有呈現出食用紅肉 和大腸癌之間的關聯性 然後, 在剩下的6個研究裡面 都只是只有一個 有顯示出肉類和癌症之間 在統計學上 是顯示著顯著的關聯性 不過, 其實在流行病學的研究裡面 除了檢驗兩項事物之間的關聯性之外 我們還可以探討這個關聯性的強度 當兩項事物具有關聯性 但是就未達到統計顯著性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很嚴肅地看待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需要更加多的研究 去釐清這個關係 如果不太聽得懂的話 我試試舉個很錯的例子 大家就會明白了 就是所有的死者生前都有喝過水 但是就不代表喝水會致死的嘛 另外, 我或者試試舉個接近事實多些的例子 就是, 吃素的人通常都不吃煙 但是, 多吃肉的人 當中的煙紋的比例 就會比吃素的高 最後, 如果吃肉的人 他的平均致癌率是較高的話 那究竟是因為吃肉 還是因為吃煙呢? 所以, 只要我們一天不分開吃肉和吃煙的人 這個實驗結果其實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了 相反, 有一個針對亞洲人的一項大型研究 當中包含了超過20萬名的參與者 受到為期平均10年的觀察 並呈現了在食用最多肉類的男性和女性 他們的心血管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 都方便是在下降的情形 另外, 在一項研究中 在大鼠身上注射了一種會誘發大腸癌的藥劑 然後在接著的100天中 為著大鼠吃煙肉、雞肉、牛肉 或者他們日常的食物 研究人員都發現 跟控制組相比起來 在飲食中增加肉類 並沒有增加大腸癌發生的機率 又或者是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 才可以完全證明 肉類會間接帶來大腸癌風險增加的這個假說 又或者用回小弟早幾條影片的說法 就是人類出現了25萬年 在這25萬年都主要是吃肉的啦 如果食用是這麼大問題的話 人類就反省不了下去啦 一早就死了啦 那之後 還有一群質疑IARC報告的研究人們 最近也出版了一篇研究 當中就提到 我們對於12項獨特的試驗 徵照了5萬4千名參與者的評論裡面 發現了確定性低至極低的證據 證明含有較低的未加工紅肉飲食 在主要心血管代謝後果 跟癌症死亡率和發生風險上 效應是極少或者是零 另外在肌肉發尖和貧血這些後果上 相較於素食主義飲食法 我們也得到 雜食性飲食法是可能健康效益的證據 所以本小組是建議成人 應該繼續攝取未加工的紅肉的 好 說完食肉其實就沒什麼害處之後 當然說一下優點啦 第一點 防在最頭的優點就是減肥啦 聽聞Youtube說減肥是會多很多人看的 所以幫到減肥應該可以說是一個重點啦 食肉可以減肥最膚淺的說法是 我們的胃要用更多時間去消化肉類 首先雞肉大概需要2-4小時去消化 牛肉需要4-6小時 豬肉需要4-5小時 魚需要1-2小時 而需要更長時間去消化 同時也代表我們是更加飽肚 說的是充滿我們身體所需要的營養去飽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 食肉加長了我們胃部的工作時間 那麼誇張點說句就是 各位消化得久一點 隨時用的能量更多過我們去跑3公里 又或者換一個科學點的說法去說 就是肉類通常都含有比較高的優質蛋白 而蛋白質不單是需要較長時間去消化 同時還可以刺激飽腹激素的分泌 例如PYY和GLP1的釋放 這些分泌會較快令我們覺得飽 但是進食碳水化合物 就是當我們以為只吃到七八成飽 然後搞一會才會覺得 哎呀好飽 真的吃了太多東西 這樣下下吃得完 真不肥就有鬼啦 另外攝取優質的蛋白質 是可以有助於肌肉生長和收復 比起坊間種類非常之多 價格也不是真的那麼便宜的 蛋白粉等等的人造蛋白質 攝取天然優質的蛋白質就不用說 都知道當然是健康很多啦 最起碼不會令大家爆瘡、口臭 還可能屁股暴躁 另一個重點就是肉類含有的脂肪 說的是天然優質的脂肪 也可以提供比較長時間的爆腹感 因為脂肪需要更加多的酵素和膽汁去消化 消化速度比較慢 這樣也延遲了我們的爆腹感 餓不到我就不會不停地吃東西啦 當然有人要說脂肪的卡路里 就比電粉質高很多 就建議你看回卡路里這段影片 第二 用肉類去取代精緻碳水化合物 是可以穩定血糖水平 以及幫助我們改善心血管健康 肉類含有非常之小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換句話說 肉類就不會令到我們的胰島素 上乎乎那麼不得 同時也會降低了我們身體胰島素分別的需求 在頻率和數量方面都大大減低 這樣就有在於胰島素體的恢復 也可以很有效地改善 我們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 當中也有研究顯示 低碳水化合物的飲食 是可以幫助到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去恢復胰島素的敏感性 另外 吃少了高糖和高加工的食物 是可以有效地減少身體的炎症 以及血管內壁的損傷 從而去改善心血管的健康 而且在高脂肪高蛋白的飲食中 強調是天然而非人造的高脂肪 當中的Omega-3脂肪酸和抗氧化劑 可以有效地減少身體內的炎症反應 這些東西都可以有效地保護心血管系統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可以減少身體的炎症反應 剛剛都說過 高脂肪、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飲食中的 Omega-3脂肪酸和抗氧化劑 是可以減少身體內的炎症反應 原因就是因為這種飲食 可以有效地降低我們身體內的CRP 也就是C反應蛋白水平 這種蛋白水平可以說是炎症的化身 至於為什麼我會說 減低身體內的炎症會是最重要的一點呢? 之前不同的影片都有說過 就是因為很多的疾病 的確是跟身體的慢性炎症有著密切的關係 慢性炎症是一種持續緩慢的炎症反應 它在發覺的時候 你不一定可以觀察到 不過當你察覺到的時候 它就隨時可能已經變成了慢性疾病 例如心血管疾病 慢性發炎導致動物眼化的形成 可以說在裡面起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動物中的炎症會導致動物眼化和收窄 從而增加了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 另外糖尿病和胰島素礦左右著密切關係就不用多說了 不過原來胰島素還跟很多疾病的源頭 例如雷鋒濕性關節炎 紅斑狼瘡症等等的自身免疫疾病 老人痴癌症和白甘信症等等的神經退行性疾病 I'm dealing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to do with Look If 高血壓和血脂的異常等等的代謝綜合類疾病 近尋者癌症和抑鬱症 都是跟慢性炎症有關係 最終如果我們每天都發現 也就是免疫系統從來都沒有休息過 可能會壞了或者變慢了 這樣當這些沒辦法處理的炎症 就會一天復一天累積起來 然後就會間接或者直接地令到我們的身體有不同的疾病 試想像一下 現在我們的血管、神經系統阿發細炎 它們所產生的腫脹就會擠壓到我們的血管 從而導致沒有辦法有效地輸送營養 又或者是發炎減慢了我們神經的敏感度 導致無法有效地傳達訊息 這樣我們的身體就會慢慢走向窺空的結局 無論是免疫系統或者內臟功能都會受到影響 從而更加容易病 包括我們的內臟都會病 換句話說 而導臟跟我們身體的發炎 是很大程度上有著互相作用的關係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詳盡的資料 可以去看一看一本叫Sugar Crush的書 變成內容更加詳盡具體 亦都更加恐怖 為了不令到今集的內容走向極端 小弟就不在這裏多說了 之後可能會拍片再說 到時再教大家如何戒糖癮 另外低騰飲食因為維持了血糖水平 以及我們攝取了相當數量的Omega 3 這樣是會同時令到我們頭腦更加清晰 甚至保存著我們的智商水平 You have to be quite smart 整個人還會更加精神 但這一點就沒有直接跟我們的身體健康有著關聯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可能之後在不知道什麼的集數 再拿實驗室常見的白老鼠來跟大家說說 另外以肉類作為主食的飲食方法其實有好幾種 當中的新童飲食我在這條影片都有簡單提及過 大家也可以看看 影片到最後 《肉食密麻》這本書的作者 當初之所以會選純肉飲食 純肉飲食是說一條菜一粒生果都不吃 真的全部都是肉的 是因為作者生在一個醫生家庭 他本人也是獨醫的 但他從小到大都經歷過敏 兒童肥胖、酵寸和濕疹 還在大學那四年裡面經歷過幾次劇烈的濕疹發作 當時還要養賴口服類固醇 這些藥物雖然壓制了他暴走的自體免疫系統 但帶來嚴重的失眠 情緒波動 還有體重增加 健康狀況可以說是失曬痕 而純肉飲食就幫他完全解決了以上所有問題 但是在他執行純肉飲食的兩年之後左右 他的高院和總數下降到剩下500 還出現了睡眠障礙、心跪、肌肉徑聯等等的問題 之後他再了解到原來胰島素訊號 在腎臟層面來說 是對於保留礦物質 即是保留甲、鈣、臘、落尾 是有正面的作用的 所以長期純肉飲食 只會令到他只剩下極少的胰島素分泌 這樣就會造成身體保留不到需要的礦物質 對他來說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就在他的飲食裡面添加了蜂蜜和水果 不過就繼續不吃燕麥、小麥、大豆、種子、堅果和樹葉 未知為何他會吃水果 是因為他知道 水果成熟的時候 食物本身有的防禦化學物質的含量 實際上會是最低的 果然會吃都一定是吃縮曬的水果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嘗嘗吃漂亮的水果 可以嘗嘗我們的天然雪糕系列 真是純天然無添加紅乳化劑的 連牛奶都沒有下降 大家不妨嘗嘗嘗 或者去葵廣的咬戟度試下都行 這集先說到這裡 之後會拍片詳細說純素和純肉 分別會出現什麼健康的問題 這條影片會員後做精華 會跟大家說純肉飲食怎樣幫助糖尿病 如果你真的要執行的話 有什麼需要注意 另外影片會輕輕跟大家說 吃肉是否可以的這件事 這份稿是煤寫的 會員後精華也會有煤粉 發賣個廣告 如果想9月和我和高人遊歷土耳其 要有文化有文化 要打卡有打卡 要熱氣球有熱氣球 要吃好西土耳其菜貴為全球三大美食之一 當然是和我們一起吃當地的米芝蓮餐廳 上妝的話 快點在下面Google form 留名 就快滿了 這條影片就來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不妨like、share和common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從4月4日出片 4月可能有片 4月5日晚9點鐘 會在YouTube上面播放關事件和正事 希望到時候可以看到大家 網領開始了我們Patreon會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小朋友 好 !! 每次